这是世界级的顶级杀手 杀人从不靠子弹 而是靠玻璃 杀手强哥 现正在用八倍镜瞄准一个员工 你以为他要开枪杀死他吗 天真 此时 一辆车从远处驶来 强哥对着汽车的轮胎 突突就视两身 失去支撑力的汽车 猛的来了个180度大旋转 直接把员工砸死 此刻 莫名撞死人的肇事司机慌了一批 而始作俑者强哥 非常淡定的把枪收了起来 然后从天窗离开了案发现场 用自己的手杀人 这是低级杀手才会干的事情 像他这种顶尖杀手 自然是得借助别人的手来杀人了 一来能完成任务 二来又不会留下任何把柄 简直完美 完成任务后 强哥回到家 开始练起了拳击 一拳 两拳 他不断攻击着沙包 发现自己分泌过剩的肾上腺素 他每次杀完人之后 都会莫名的兴奋 想再杀几个人际祭天 但他是个有原则的人 不会滥杀无辜 所以只能靠着这种方式发现 此时电话响起 是组织里的猪会计打来的 他说自己现在很忙 没空去雇主那里拿佣金 只能你资格过去拿 强哥有些疑惑 因为根据组织规定 杀手不能和雇主直接见面 只能靠猪会计当中间人 分派任务和收取佣金 平时收钱这事 猪会计干的那叫一个机器 要是有人帮他收 他绝对的生气 就让是咋了 太阳打西边出来 钱都不要了 不过像这种揣摩别人心思的活 将来不是强哥擅长的 只要有钱拿 他才不管猪会计搞什么妖娥子 于是他开开心心的就去领钱了 但等待他的并不是高额佣金 而是子弹 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强哥有点慌乱 不过他毕竟是顶级杀手 又怎会轻易被打倒呢 只见他一个飞踢 就把炮灰杀手踢下了摩托车 然后轻松干掉了对方 很小样 爷爷在玩枪杀人的时候 你还在玩波浪谷呢 强哥打电话质问猪会计 为什么要找人杀他 电话那头的猪会计 表示自己杀也不知道 不过他一定会好好调查的 晚上 强哥接到了一个神秘女人的来电 用一毛钱怎么杀人 只要把口香糖连在人民币上 然后提在窗外的天线 一个杀人陷阱就完成了 做完这一切的小强 立马躲进沙发 没多久 他的仇人果然上钩了 趁着仇人不备 小强冲上去 把他推了下去 这是年少时的小强第一次杀人 长大后 他便成为了杀手圈里 无风丧胆的强哥 作为一个杀手 最大的禁忌就是动情 但强哥却偏偏要狗事 他爱上了强嫂 结果强嫂背叛了他 转头跟一个女小三好上了 这可把强哥给气死了 我竟然被一个没把的女人给律了 身为一个男人 这种侮辱自然是不能忍的 所以他在接到女小三电话时 是不想搭理他的 但对方却说 强嫂被人杀死了 他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 原来 就在几天前 两个吸毒犯强行闯入了他们家 把强嫂给杀了 这本是一件普通的入室杀人案 但奇怪的是 没多久 凶手竟然也死了 身为女人的直觉告诉他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于是他找到强哥 希望他调查出真相 被强嫂还有感情的强哥 立马展开了调查 根据现场的作案手法 他一看就知道 这是同事熊大熊二干的 他俩最擅长的就是 把严重的杀人案 包装成普通案件 找到这俩货之后 强哥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熊大熊二背打的莫名其妙 质问强哥 我俩只是个跑腿的 你要找杀你前女友的雇主 不应该去找派发任务的猪会计吗 强哥一听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他立马找到了 正在享受猛男按摩的猪会计 在他的逼问下 得知了雇主是个叫炮灰的男人 面对无力值五颗星的强哥 瘦弱的炮灰 立马供出了石油公司老板 才是真正的雇主 原来 强嫂是个环保人士 几个月前 一个臭名远洋的石油公司 获得了近海的石油开采权 如果由他们开发石油 那海洋一定会遭到严重污染 为了阻止这一切 强嫂就打入了石油公司内部 还从一个员工那 掌握了很多内幕交易 就在俩人准备公开一切时 强嫂被熊大熊二杀了 员工也被强哥给杀了 没错 就是影片开头 那个被杀死的男人 得知真相的强哥 立马去找公司的老板 给前女友报酬 但强哥的做法 显然违背了杀手组织的规定 于是 黑老大派出了其他杀手 准备把他干掉 像杀人不见血吗 那就试试这款杀人窗口贴 只要往脑门上这么轻轻一贴 仇人瞬间就能隔屁了 不过这块窗口贴的制造者 正在被强哥暴打 他只是个用毒杀人的扁确而已 碰到像强哥这种 高近战输出的达摩 自然是一圈就被打倒在地了 身为杀手同事 熊大熊二 自然知道强哥的武力之士杠杠的 于是他们全副武装 开始朝强哥射击 但强哥是什么人 那可是杀手界的陈浩南啊 只见他一个飞踢 就把炸弹踢了回去 熊大熊二瞬间被炸懵 好机会 强哥利用熊二的身体 当做人肉盾牌 让熊大把熊二给鸡杀掉 接着他拿起灭火器 往熊大脸上一顿子 熊大瞬间没了视野 然后他扛起灭火器 往对方头上就那么一砸 熊大也领了盒饭 几群完同事的强哥 找到了老板 准备给前女友报仇 但黑老大早就派黑寡妇 提神保护老板的安全 黑寡妇也是个很高的女人 她不好好当个待见的刺客 偏偏要和强哥玩近身肉搏 很快 他就被一脚踢飞了 等他拿起自己的箭矢 已经为时已晚了 至于老板 也是被强哥一箭砍下了头 做完这一切的强哥 找到了黑老大 猪会计也在这里 黑老大一看到强哥 就明白 其他杀手已经被他干掉了 难道他现在是要来杀自己的吗 但强哥啥都没做 只是扔出了一个露营机 这是石油公司的炮灰给他的 原来 这一切都是猪会计设的局 刚开始他骗强哥去拿用金 本想是干掉他 可惜被强哥躲掉 后来 老板要顾杀手杀掉强嫂和员工 猪会计干脆来了连环计 让熊大熊二杀掉强嫂 就是料定了心软的强哥一定会出手 然后他要让强哥违反杀手组织规定 逼得黑老大派出其他的杀手干掉强哥 这样一来 杀手们互相残杀 他就能把所有酬金拿到手 黑老大一听 非都差点欺诈 他上去就给了猪会计一拳 自己精心培养的杀手们 竟被一个糟老头子给搞没了 强哥见状 立马把有毒的窗壳贴地了过去 果不其然 钢铁上 猪会计立马毒发身亡 最后强哥离开了杀手组织 他知道 心软的自己 是时候换个职业重新生活了 好了 电影意外杀手带给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